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Mate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四阶段的第一节课 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两节课的内容 在前两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Python中的function 也就是函数 基本概念以及用法 从本节课开始 也就是第四阶段开始呢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control flow 也就是控制流方面的知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将跟大家介绍 在Python中 也几乎是所有变成语言中 用的最常见的语法之一 也就是if语句 还有for语句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部分 控制流部分的第一节 也就是介绍if和for语句 那什么是if语句呢 也就是说 在写程序的时候 常常我们要设置一个条件 在该条件成立的条件情况下 我们将执行一些内容 那基本的语法结构是这样的 就是关键词if 空格后面 加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 大家注意 要是一个返回一个boolean内容 也就是 它这个条件 是真或者是假 满足或者不满足 所以这个条件的结果 必须是一个boolean 二维 真假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这个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在底下我们使用一个缩进 然后呢 这只是一个 表示型的语句了 并不是真正的代码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后呢 紧跟着后面 else if 也就是说 如果以上条件不成立 而当下面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 大家看到 我在这放一个other condition 表示的是另外一个条件 当然它也必须是一个boolean的结果 当底下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呢 我们做一些其他事情 当然之后 我们可以加更多的else if和else 好 这大概是一个if语句的基本结构 在介绍完if语句之后 我们将跟大家介绍一下for语句 好 我们先通过几个实例的代码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if语句和for语句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要写一个程序 相当于一个小的游戏吧 就是说让同学们来猜一个数字 每次当用户猜一个数字的时候 他如果猜错了 我们先告诉他是猜高了还是低了 直到猜最为止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实现这个 通过用if语句 所以我们先定一个变量 叫number 假设这个变量表示的意思是 我们真实的数字 假设是59 好 下面我们建另外定一个变量 叫guess 这个变量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种排放中的 非常实用的用法 也就是说 当我们需要与用户有交互的时候 当我们需要用户提供一个输入 把这个输入传回程序 作为我们的一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的用法 叫做input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程序的console上面 会打印一行 下面这行stream字符串 这时用户可以在console上面打印 一个输入 输入一个数字 当用户输入这个数字之后 并且按回车键之后 这个input function的内容 将把用户输入的那个数字 作为一个变量 因为用户输入的是一个stream 也就是moren是一个字符串 那我们将用转化成int 把它转化成整形的形式 并且把这个整形的数字 复制给gas 好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先不看剩下的 剩一部分的code 只是看前面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设用户输入一个内容 把内容传回 复制给gas 这个variable 这个变量 我们先打印出来这个变量 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可以说 gas is 然后呢我们就打印出来这个变量 好 我们试一下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大家看 当我们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呢 运行到一半 也就是在第四行的时候 这时 程序就暂停了 而打印出来一行 我们之前摄入的一个字符串 说int 意思就是说 请输入一个数字 这时 用户可以在 python的console界面上 输入任何的一个 字符或者数字 当然 因为这里 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整形 所以 我们期待 用户输入的是一个整形的数字 好 假设我们输入一个6 这时 当我按下回车之后 大家看到 程序出错 这是因为 我们在打印的时候 应该把它转化为stream 好 我们再试一次 输入一个整形 假设我输入一个6 好 大家看到 这里的用法是 当我们 键入回车键之后 这个input 是python里面 系统自带的一个方法 它将把用户输入的 这个字符串 转化成一个 变量 把它转化成一个整形的变量 然后再把它附在 附置在这个gas里面 所以当任何时候 我们需要与用户交付的时候 我们期待从用户的console 有一个input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input 所以这个gas 就被赋予6 这个值 作为一个整形 然后呢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也就是gas s6 好 这是第一个 新的用法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如何使用 if 这个语句 好 在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在任何事我们写代码之前 我们要整理出自己的思路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脑子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算法 在这个思路清楚之后 我们在下手开始写程序 好 我们想一下怎么设计这个思路 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要给用户 提示 他输入的这个数字 猜的是高了还是低了 或者猜对了 所以基本上呢 用户输入的数字 和我们实际的这个数字的关系呢 无非就是三种 第一 就是说用户猜对了 他输入的数字 和我们实际的数字是相等 第二 无非就是用户猜高了 那我们要提示说 实际的数字比这个要低 第三种 就是用户猜低了 也就是说实际的数字 比用户猜的这个要高 那么呢 这种情况下呢 最合适的就是使用if的语句 好 我们看一下具体如何实现 首先 关键字if 空格之后呢 记住我们的语法 要加一个条件性的语句 而且这个语句 它返回的值 必须是一个boolean 是真或者假 这时呢 我们就用这个双等号来判断 这个guess 也就是说 用户输入的这个数字 和之前我们设的这个number 59 是不是相等 所以说 这一行guess 双等号 和number加起来 这个部分呢 将会return 也就是返回一个 真或者假的值 然后这个冒号 是我们的语法 也就是说 在if条件冒号之后 我们加入 如果这个值是真实的 也就是说 当guess用户 猜的数字 和我们之前设的数字 相等的时候呢 程序将执行一下代码 所以我们想用 执行什么代码呢 就是说 如果运户猜对了 那当然 我们就 答应出来一句话 说bingo 也就是恭喜您 猜对了 但是呢 抱歉 没有任何奖 这是一个小玩笑 然后呢 如果 这一行条件 运句 返回的值是 假 也就是说 它条件不成立 我们将跳过 我们之前定义好的 这个条件之下的 这个主体部分 而直接判断下一个条件 好 换句话说 就当用户 假设用户 输了一个值 它不等于59 而且 基本上第一次猜的时候 猜对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呢 当这个guess和number 等于number 这个条件不成立 也就是返回false的时候呢 假设用户输了一个5 这时候呢 程序将跳过这一部分 直接来看 下面一个条件 大家看到主体部分 我们是用缩近 来表示它的语法 这是Python的一个语法特点 好 我们直接 跳到下一个判断语句 也就是说 这个关键词叫else if e l 作为else的一个简写 else if 它是一个关键词 也就是说 当之前的条件不成立 当下面的条件 开始判断下面的条件 也就是 这个guess guess 小于number 那么假设 我们做一个假设 用户输入了一个数字为6 这是guess 是6 number 是59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语句 返回的是真还是假呢 6 小于59 是成立的 所以这个条件语句 返回的是一个true 当它返回于真的时候呢 我们 同理 跟上面类似 我们将返回一个 我们将执行下面的部分 也就是说 我们告诉用户 真实的值比您猜的 比较大 好 我们再看 第三部分 假设用户 在某种情况下 他输了一个 比较大的数 也就是说 假设说100 那么这个guess如果等于100 这个number如果等于59 100实际上是大于59的 所以说这个guess小于number 这个条件 它return的就是一个false 返回的就是一个假的值 当它返回假值的时候呢 跟上面同理 这个else if之下的部分 将被跳过而不去执行 直接到下一行 没有缩近的条件 也就是说the else 好 这是我们看到第三种用法 也就是else else的特点就是说 当所有上面的情况 不成立 剩下的情况都包含 也就是说 只要前两个行语句 这两个条件都是false 那么任何的条件 剩下的条件 我都认为它是一个真值 我都要执行 后面的话 好 那我们想 既然如果相等不成立 guess小于number 也不成立 那这种可能性 就是用户猜的值 比这个实际值要大 也就是else 所包含的范围 这时呢 程序将执行 最后一行代码 也就是else 之下的主体部分 说 抱歉 您 猜的猜高了 也就是实际的数值 比您猜的要低一些 好的 在else 执行完之后 我们注意要 在最后 我们又有一个print语句 打印出来这个down 也就是完成 那么这个print语句呢 我们没有缩进 也就是说 当所有 无论任何情况出现 我们当最后程序都会执行这一行代码 因为它是不加任何条件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面就可以看到 python这个语句 缩进的重要性 假如说我们缩进一行 在print放在这里面的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只有当那个else语句 它满足之后 我们才执行这一行代码 但是这时候我们并没有缩进 也就是说 我们已经完成了上面条件语句的判断部分 在任何情况下 最后我们都会打印出来一个down 一个完成的语句 好 这里就是整个程序的基本结构 接下来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给大家看一下 好 程序提示 输入一个数字 假如说我们随便输一个 输一个4 假如说我们现在不知道 真实的数字是多少 No The number is higher than that 程序提示我们说 实际的数字要比这个高 好 程序运行结束了 因为这里面只运行一遍 所以如果我们要再猜的话 需要重新运行一遍程序 好 假如说我们现在输一个稍大的数字 假如说我输99 大家看 这时第一次判断不成立 所以判断第二个 就是说99 是不是比59小 它也是false 所以程序会跳跃过前两个条件 到第三个条件 else 也就是说 除了前两个条件 剩下的条件 那么剩下的条件 就是说 只有 guess比number大 也就是99比59大的时候 那么将执行最后一个语句 也就是说 the number is lower than that 好 之前呢 我们把输的比较小的数字和比较大的数字都试了 这两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假设 我们经过多次尝试 猜到这个数字可能是59 那我们试一下 好 bingo you guess is righ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第一个 a辅语句判断的时候 因为我们输入的数字是59 然后 实际要猜的数字也是59 这个 a辅语句的条件成立了 也就是它返回一个真值 这时呢 它将执行 下面的这两行 代码 也就是说 打印出来了 猜对 所以大家注意 就是说 每一次我们 其实程序只执行这三部分的一部分 因为它们之间是排除的关系 只要相等 小于或者大于 但最后一行代码 无论如何都是要执行 因为我们已经跳出了 f语句的条件 好了 以上就是一个 a辅语句的例子 希望同学们通过这个例子 对a辅语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for loop 也就是for循环语句 for循环语句 也是在程序里面 最常用到的语句之一 我们来看几个实例 好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它的基本语法结构是这样的 就是for关键字 空格后加一个i 当然这个i可以是任何一个 identify一个变量 我们可以叫做j 叫做kk都可以 in也是一个关键字 后面加一个range 这个要我解释一下 python里面的range 是一个关键词 range它的语法结构是这样的 在range后面 我们可以加入 两个整形的数字 它表示之间关系就是说 从第一个数字到第二个数字的所有值 的一个表 一个列表 那么也就是说range 1到10 它将返回123456789 大家注意 并不包括最后一个值 而包括第一个值 所以这里的语法就是 当i 这个i在里面迭代 从1一直到9的时候 我们把每一个数字都打印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大家看到 这一部分呢 就等于说是 用i 作为一个 便利的 一个结构 在1到9里面 每一次i 等于其中的一个数 也就是i 会从1开始 然后我们打印出来1 第二次呢 i会等于2 然后呢 我们打印出来2 一次了一推 1到9 所以我们看 打印出来结果1到9 然后else 也就是说 当这个for loop结束完之后 我们打印出来 说loop is over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其实python里面for loop的循环的语法方式 还是非常灵活的 它不仅可以在一个range里面来进行便利 也可以在一个list或者tuple 或者是dictionary来进行便利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之前我们介绍三种数据结构 list tuple和dictionary 那么假设我们初始化一个list 大家记得用中括号 然后13579有五个元素 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简单的语法 也就是i 在这个list 那么呢 这个i就会自动的 作为每一个list中的每一个元素来便利 然后把它打印出来 也就是i会称作为 被复制为13579分别 被打印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大家看到13579 这是来便利一个list的方法 利用for loop 也就是for循环 接下来呢 同理非常相似 对于tuple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作为完全 用同样的语法来打印出来便利里面所有的元素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13579 这是一个tuple 同样呢 作为一个dictionary 也就是一个字典的话 我们有一个相似的用法 但是稍微不同 因为大家记得 这个字典呢 它有两部分构成 每一个元素里面有一个key 也就是它的键 和一个value 它的值 在这时候我们便利的时候 可以这么写 for element 当然这个变量可以是任何一个名字 in a dictionary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字典里面每一个变量 我们进行便利 我们先打印出来这个element 这个 我们自定义的这个变量 在便利的时候 它默认为它是一个key 也就是键 那么我们要打出来它的值呢 我们就用这个方括号 把它的值打印出来 所以说第一行 我们打印出来它的键 也就是比如说 Tom Jerry Cathy 第二行呢 我们用它的键 来作为所以 来打印它对应的值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们就打印出来了 Cathy 333 Jerry 222 和Tom 111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排序 跟我们开始建立的时候不一样 是因为python在 dictionary里面 会按照它自己定义的方式来排序 所以它把这个顺序改变了 第三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用key和element 两个元素 直接对这个dictionary进行便利 这是我们可以将key和dictionary同时打印出来 这里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用法 叫做items 也就是返回所有的item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同样得到了每个元素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将跟大家介绍另外一种while loop 谢谢大家